我是Warren,來自晉興會宋恩堂 目前從事的是國中的教職,在學校教書 然後同時我也做音樂 今天非常開心就是基督教近日報 然後給我這樣一個機會來分享 那我覺得每個人的生命都有一些非常不一樣的過程 但我覺得最終其實神的旨意我相信都是好的 不管你現在經歷的是任何的一個高山或低谷 我相信只要真的依靠在神的身上 凡事在他真的凡事都能 那回想自己過去生命當中的很多過程 我覺得其實回過頭去看 就是或許在當下覺得非常的掙扎 甚至會對神有很多的疑問 但我相信其實最終其實神給了我們一個 能夠自由選擇去跟隨他這樣的一個自由意志 那在這段過程裡面 我自己最感動的一段經文也跟大家分享 在傳道書的七章十四節 遇恨同的日子你當死了 遭患難的日子你當思想 因為神讓這兩樣事並列 為的是要人查不出身後有什麼事 我記得當時自己在面對生命當中最低谷的時候 我曾經問神為什麼要讓我遭遇這些 但我相信這些過程過去之後 其實神給了我非常非常多的磨練 鼎為煉影如為煉金為由耶和華熬練的是人心 每一個人都在被塑造被抹塑的過程 我相信其實我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但感謝神給我這樣的一個恩典 然後能夠讓我依靠著祂 不管是遇到任何的事情 能夠依靠著祂繼續向前走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向神給我的標杆定義的來執跑 鼓勵大家我們一起努力 我覺得在這幕後的時代 每個人都要做主的精兵 讓我們的福音在生活當中活出來 讓每個人在我們的身上看到神的見證 對啊 但聖靈降臨在每個人的身上 我們都要得到能力 從撒瑪利亞猶太全地 直到地極為主做見證 阿們鼓勵每一個人 Hallelujah 感謝大家美主 Peace